大家好,我是Chris,今天分享一件事 英國向全民徵稅 二英港人,再講資產再難闖 即是收不到,還不到 為產稅高達40% 分享這篇文章 我也有些意見跟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兩件事,講我的主題 講幾句 工黨承諾,不加稅 不稅開支,但錢從何來 問得好 你也知道工黨是什麼 大家都心裡有數 但是今年不想 我自己,我不知道你 我覺得不選工黨不行 因為保守黨說要 小朋友復兵役 你會不會讓小朋友復兵役? 我就不會,我不知道你會不會 所以我就會選工黨 沒有選擇 迫著要選工黨 所以今年 你選誰 你選誰 你自己選吧 我都給不到意見你 另一件事 英國人開始後悔脫歐 你有沒有後悔? 我和你都不會覺得後悔 因為現在 我們因為 我們是脫歐才來的 對於我來說 我們不知道分別有多大 我們不知道分別有多大 但是我身邊很多人告訴我 都覺得 脫歐的東西貴了 還有 還有 勞動市場 緊張 其實有個好事 不夠人的就加工 所以其實在英國 做一份 南嶺也好 或者白嶺也好 白嶺其實沒什麼香的 你做南嶺基本上賺大錢 尤其是很多人都是收現金的 無論你整車剪頭髮 什麼差都好 由手指甲 那些都想收現金的 不用交稅 所以其實就 其實你未來過英國 你很難分別到 香港你覺得你 找那塊錢 一萬多兩萬元 已經很多了 即是那些 即是南嶺 但其實你應該找更多 反而你在香港 做 讀書 人工超高的 在英國 就不是找得很高的 即是我說什麼 律師醫生 那些不是找得很高的 即是好像一個GP 找13磅 或者12、3磅 14磅 那小時而已 很少錢 所以這裡 懲罰了讀書的人 沒有讀書的人 用手用腳做事 反而是天堂來的 是啊 說真的 我經常有個朋友 在某個地方 做科問 我都跟他說 你過來這裡 這裡你做建築業的 你不要說做科問 你做個工人 都在說幾萬元個月 我想你兩三萬元一個月 又或者 可能更加時間 更加彈性 更加高 但當然這裡交稅 是比較重 是的 好問 先說一下 說回今日的禮物 今日的禮物 全國精稅 我想說一件事 香港人不只是 香港有物業的 我說真的 說清楚 國內有物業 日本有物業 我也有些人 可能在其他國家 葡萄牙 或者歐洲 其他國家地方 都有物業的 不只是香港的 所以我覺得 你測到多少 尤其是我們 偉大的 總國那些 他都測不到 怎麼測呢 又沒有統統機制 我想說什麼 但是 這件事 我又說幾句 因為今天也有少少說 脫鉤 其實在這個議程裏面 脫鉤先說 脫鉤先 我覺得香港人 他放了香港人 進來英國 某個程度上 是幫助到英國的 幫助到很大 很大 不是小小 無論是回率 因為香港人 要移民過來英國 買了很多英鎊 賣了香港的物業 換了很多英鎊 對於英鎊有支持 第二 在交稅 因為很多香港人 本身有物業 在海外也有物業 來英國買樓 又要交物業稅 海外物業稅 即是第二家物業稅 這個一定會交 又或者 在消費方面 香港人 一大堆香港人來了 在賣東西方面 VAT 英國人又收多了 英國政府收多了很多錢 其實在香港人身上 賺了很多錢 有些更加誇張 某些地區 比如Waldington Waldington 又或者 Roddingham 有些建築公司 裝修公司 說 I love Hong Kong 哈哈哈 真的嗎 為什麼 做 裝修做到手軟 或者做香港人 所以 真的 連老我都會說 I love Hong Kong 哈哈哈 不是開玩笑 所以 所以 我想跟你說一件事 為什麼要說一件事 其實 英國在香港人身上 是賺不少錢的 這幾年 你以為他不知道 英國政府也知道 英國 又或者 去超市買東西 要交VAT 又或者各樣消費 要交VAT 我想英國的經濟 可能是負增長的 是的 不是好像現在說 負零點幾 那麼少 我想很嚴重的 所以某個程度上 是 我們真的 付出了很大的幫助 所以 無論是英國 又或者英國的政府 又或者其他公司 令到他們 那條數 好一點 賺多了 不用虧大本 是的 所以其實很大的幫助 所以 有些廢佬 經常說會切 BNO Visa 其實短期內 我都覺得他不會切 因為他在舔著你 當然 可能有些人覺得 對聽 有些人覺得不適合 但事實上 是真的在舔著我們 舔著我們 尤其是他為何要改製 說現在要 那些浪當 即是那些浪當 即是那些浪當 那些英國居民 我們應該就好像浪當 為何現在要交稅 以前不用交稅 現在要交稅 就是因為 他舔過翻層尾 你明白嗎 他亦都知道 香港人在外國有很多資產 你明白嗎 喂 大哥 這塊肥豬肉 哈哈哈哈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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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徵稅在哪個徵稅啊 是不是啊 說真的 難道你問英國人本身那些 我不是說英國人沒有錢 有錢的那些真的很有錢 但是一大堆沒有錢 一大堆沒有錢 一大堆沒有錢 在舔著數 是不是啊 他不舔香港人 錢的 那怎麼 拿後錢 養回那些舔著數的英國人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很合理啊 錢從何來啊 像工黨所說的 我不加稅了 但是錢從何來呢 要想辦法 大家明白了 是吧 說什麼呢 現在說來問了 英國三年發表預算 當中提及到 會廢除原居民 非英國居民 海外收入 只要不回入英國 便不用交稅的制度 以前是 你不拿入英國就不用交稅 現在不是啦 過去 港人以BNO5加1移居 可以回入的機制 減免稅款 即 只要海外收入 不回入進英國 就不用繳交相關稅率 而 會入的制 連期由七年至十五年不彈 但在新政策下 居英港人居住換四年後 不能再以 會入制來避稅 意味著大家需要 四年內處理海外資產 你處理了沒有啊 我想大家都不會處理啦 現在某個地方 減免後 都說減不行 什麼 說什麼 美股身穿 再坐身低 那怎麼辦 你會不會處理 不處理啦 放在這裏 哈哈哈哈 沒得處理啦 哈哈 今天他要說什麼 事實際上 英國全球徵稅政策 只影響小部分 香港人營有資產 例如 營在收租 在居英港人 不少人如是 香港經濟會變差 樓價下跌 總可以決定移民前賣樓 但一方面不用 洩到入獄 另一方面預留一點 流動現金 應付在英國的 對業期 有不少人居英 決定賣掉 香港的物業 接著 英國置業 畢竟幾百萬港元 足夠在當地小鎮 給買一棟獨立屋 下門會否負擔是如何處理英國當地的物業稅款 當於海外資產 接著 值得留意就是 英國遺產稅 英國遺產稅 高達40% 你怕不怕 但我知道 你自己上網查問 我記得 我記得我之前 有些想說的律師跟我說過 一早寫定的平安節 如果那個年期過不知是7年還是8年 我寫不起了 到時你真的 輕了 就不用付遺產稅 我記得是 而基本面稅額並不高 只有32.5萬磅 當年世事 無論遺產是否超過面稅額 一律都要通知英國稅項出港 我想不是很多人有這個數 我自己這樣說 我過不過一個數 我想我過一個數 我想我過一個數 所以我沒有打算在英國買這麼多物業 我真的 我真的沒有打算 所以我經常跟大家說 我暫時來說夠 但 很難說 可能我遲些 可能又再買多一間屋 也都忘記了 在這個層面上 居籍與非居籍的身份移民人士 如果超過庫免額 單時香港的物業 都要交400萬為省稅 如果離世事 身份不在英國 境外資產 則不需要計算在內 所以其實很多人 都說入籍後未必會留在英國 我認識有些人 也是這樣說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快要欠 你自己很早一點看牌 以外的事沒有辦法 雖然英國遺產率很高 遺產稅很高 只要在所有遺產樓級配偶 或者市金額超過32萬5千磅 都不需要交遺產稅 但如果將房屋留給子女孫 亦可有額外17.5萬磅的庫免額 視乎離世者的財產安排 或有配偶子女的可把財產轉陣卡人 當然這涉及鎮與稅 即是送給人也要交稅 但只要細身研究 便會找到方法減稅 我覺得應該要找一些會計師討論一下 現時不少稅務專家及財務策劃師 都在網上講解英國稅務的政策 如有需要可自行參考 整項講完 對,整項講完 我沒有意見給你的 我又講見了 香港人有物業為何只是香港 說真的 但如果你說其他海外的人能否查到 我不知道 土耳其也有些人 有些人可能 泰國也有 有些人葡萄牙也有 有些人又有日本 那怎辦呢 你查不到又怎辦呢 今天先說到這裏 先說到這裏 如果我覺得你要遺產案埋 不如在香港找人搞用 說完了 今天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留言 給讚分享 拜拜 拜拜